我觉得它像狗 这多少钱呢 这个要4万 这个要4万 这个1万行不行 那差得远不远 差平眼 差平眼 赶紧放下 要过2 不远就来加 差平眼就不要了 不止很漂亮 它就是漂亮 才给这么多价啊 这个呢 6万 6万 漂亮的东西都不便宜 对啊 啊 这么脏也能做人物 连换的出来就可以做 那这个呢 10万 20 20 漂亮 帮房漂亮的东西都不便宜 对啊 这个呢 这个银水 漂亮 未来问题都没有一样买成 好看的都不便宜 不好看的又不想要 对啊 这个呢 收购卖价 1万 1万 还有这个8千 我不要这个列太多 那就8千嘛 问一下 不是 你叫我打卖价 我就很实在 差不多能买 我都帮你喝 我也很实在啊 没有 这个出了比你高 9千 不行就算了 我是真的很想跟你买个东西 但是你卖价 打出来的不会差那么多 卖不卖 我这个真的不行啊 不行就算了 大饼老师啊 你好 叫大饼就可以了 这个 好你说是不是 有问才有机会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起要做什么 因为我这样看 我自己个人看着 它像一条狗 你知道吗 这颜色像一条狗 所以这里到时候是不雕的 就这样子 到这里又有黄 我又想起 那做个鸡弓 刚好 来做它的帽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重要了 它这个搭配就是 相对来说比较绝佳 但是呢 雕刻的时候 不能太胖 这个鸡弓 还要再瘦一点 要瘦一点 瘦到皮包骨 味道才会出来 倒计大师 你要到哪里去啊 我要云游天下 变场酸甜苦辣 血儿泼 猫儿泼 身上的夹杀泼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伤耳泼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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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总 你再看 这个绿色的像什么 像狗了 之前看着是不是有点不像 我之前看着我觉得像那个老鹰 老鹰 我说它就像一只狗 它这里刚刚凹进去 然后这狗头 狗身子 这个料子就纯纯的是因为 我觉得它像狗 所以做的技工 那么做技工它也有前提的嘛 把特色做出来 比如我们黄色的巧成帽子 然后呢 这里只狗嘛 本来这里要搞鸡腿的 这样算了 搞成扇子 因为它是前后贯穿 本来这料子从这里的棉 你会看得出来 感觉料子有点脆 那你这样子做它就不会了 它为啥呢 因为这里我把它做成扇子做碎了 然后呢 这里基本上没什么洞 我说了技工 技工就一定要送 然后呢 还要开心 你们看到了有本仓版的那个技工 它整天就是笑笑的 笑笑的 它就是这种 因为里面的色的分布 觉得它像什么 围绕着它来设计的 我希望以后会看到走水更好一点点 然后呢 里面像什么 我们就围绕着像什么 鞋儿婆 猫儿婆 身上的夹裳婆 你笑我 她笑我 一把伤儿婆 部车下词 中文 hij报